自从日本的右派民族主义崛起之后 对于钓鱼台的问题 日本明白的将钓鱼台国有化 后来安倍晋三上台 在这个事情上稍有缓和 可是最近的安倍晋三又开始更明确的 第一个参拜经过神社 第二个希望修改宪法 拥有集体自卫权 安倍晋三几乎可以说将所有的右翼主张 在安倍经济学完成到一个阶段之后 浮上了台面 美国过去几乎大多数时刻 在发言的时候都极端的谨慎 最近美国官方开始改变积极的态度 首先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表示 对于安倍晋三参访 禁国神社这一件事情非常的失望 第二个是美国重量级的智库 Brookings Institute 他们说美国应该明白的告诉日本 尤其是安倍首相 美国给予日本的不是一张空白支票 他不希望日本成为travel maker 成为麻烦的制造者 而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部长王毅 这一次更借由达沃斯论坛 现在世界经济论坛正在达沃斯召开 在场有非常多的国际的各方面来的经济人物 跟重要的领导者 他在那个现场 运用了当地的现场 明白对日本提出严厉的警告 他告诉日本 他应该理解 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对全亚洲都是最无情的侵略者 日本人应该反省 他在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行 而不是参拜经过神社 甚至要再度拥有他的集体自卫权 安倍近来的暴冲演出 连一项偏袒日本的老大哥 美国也受不了了 对于他参拜经过神社 首次表达了失望 华府智库布鲁金氏研究院 本周也发布了对欧巴马政府的建言 认为应该明白地告诉日本 美国给的安全承诺 不是一张空白支票 不能任由日本操纵情势制造紧张 若美方被迫为日本介入中日战争 将是美国东亚政策的挫败 也是重大的挑战 建言中也强调 欧巴马应该加强和习近平之间的互动 也要告诉中国 以军事手段追求国家利益 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而大陆外交部长王毅 在与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谈 扭转安倍日前在同一场合 传达着错误历史认知 中国有句话叫做欲盖弥彰 越抹越黑 安倍的辩解 我看只能证明他仍然要顽固的坚持 与人类良知 与国际公理背道而驰的错误的历史困 因为直到今天 金国神社仍然在公开主张 当年的对外侵略是正当的 仍然在宣传太平洋战争是自卫的 仍然在公开的鼓吹 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是非法的 仍然把14名甲级战犯供奉为审理 安倍首相不顾各方的反对 质疑要去参拜金国神社 他的本意很清楚 就是要为侵略方案 为战犯张目 我认为一切有良知的人们 主持国际正义的国家 对此都绝不能接受 我们首先来关注再放厥词的安倍 大陆中央电视台本周是赵三餐 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开骂 他在达乌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说 除了推销安倍经济学 还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复辟 口不责然 大言不禅内容是颠倒二战历史是非 真的把中国人给惹恼了 这话安倍自己想的都不脸红的 日本才决定增加军费进行扩军 并企图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和平宪法 他在演说中虽然强调不再誓言 还大力推销自己的积极和平主义 但几天前自民党大会上公布的 2014年行动方程中 以删除原本文理决心贯彻不再誓言 与和平国家理念的文字 我们必须 女士与与伶女士 在西亚内容拒广 能推翻到党派 它应该不再誓的 党定有处理 完全讲究 我们必须 公开人托迈 安倍通篇演说没提到中国 但明眼人都知道 安倍把中日间近来包括钓鱼台争议 到中方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 一系列的东海争议 搬上了国际舞台 还矫情的变成中国威胁的受害者 此外 安倍在一场参会上对国际媒体表示 日本与中国的关系 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应得关系 这让许多媒体错愕 因为一战前 英德经贸关系相当紧密 但还是爆发了战争 安倍的比喻被认为 是尽管当前中日密切往来 但最终必有一战 日本领导人对历史的记忆 不能错位 与其拿一战前的英德关系说事 就不如直面一战前 以及近现代史上 日本对中国都干了些什么事 安倍上台后 要带领日本奋起成为正常国家的施政愿景 无可厚非 但以否认二战侵略历史 挑起仇恨的旧伤口 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路子 走偏了 这让南京大屠杀 遇难者的后代情何以堪 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后代情何以堪 而当前日本出现军国主义的复辟 当然引发亚洲邻国的不安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 我们呼吁 国际社会携起手来 共同来制止这种试图 开历史倒车的行为 截至目前 中国回应安倍的挑衅 并还算是相当克制的 而一项诡调的东亚地区 有着朝鲜半岛 东海和南海的争议 成了不折不扣的火药库 情势如何发展 中美建立了新型大国关系 能否发力将是关键